那关于MangoDB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前面呢 讲了$Project,$March和$Group这三个常见的管道符 如何使用 那么除了这些管道符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管道符 比如说$Sort 我们来看一下$Sort该如何来使用 那么$Sort这个地方呢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它是干什么的 和我们之前Find里面的命令是一样的 Find里面呢 我们可以使用Sort操作 按到什么方式进行排序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在管道里面 在聚合操作里面呢 对某些数据进行排序 对排序之后的内容呢 进行输出 或者作为其他的管道的输入 都是可以的 那用法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Sort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也是一样的一个字典 对应的按照哪些字段 进行按照任何方式的升序 或者降序的排例 都是可以写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按照AGE 进行升序的方式排序 在管道里面里面呢 可以直接这样写 看出来了吧 这个操作应该是非常简单了吧 道路做了 后面跟上一个A几一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查询男生和女生的人数 同时按照人数进行降序方式排序 还是用之前的这个db.stu 来做这个事情 之前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要查询男生和女生的这样一个人数 同时按照人数的降序方式进行排序 这个怎么做呀 是不是首先我们得分组呀 那db.stu.aggregate 那分组呢 先按照级别进行分组 对不对 $Group 然后呢 是不是-id呀 我们按照ginder 对不对 ginder分组 然后呢 我们加个字段count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写dl.sum1 这是大家能够清楚这是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统计一下不同性别的数量 统计好了之后呢 这相对于是 得到结果 是哪个两个字段呀 是不是-id 还有个count呀 然后对这个结果呢 我们要进行降序的方式进行排序 按照count降序方式排序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需要sort一下 对不对 那sort是按照count进行排序 对不对 因为前色的输出里面有count 所以这里写count 然后写个-1 是不是降序的方式排序了呀 然后看一下结果 就是5 2 这样的样子 这个应该非常简单 对不对 关于dl.sort的使用 那么dl.sort 其实我们之前 fine的里面 那个sort的方法一模一样 所以这里呢 我们没有细讲 没什么好讲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就是dl.limit 和dl.scape 对吧 那dl.limit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表示的是 要查询多少数据 那比如说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说 只想显示前两条数据呢 我们也是可以 在这里写dl.limit 可以这样写的 那大家可以发现什么呢 我如果想要 在聚合管道里面呢 使用这样一个 限制 scape和limit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需要使用dl.sort 然后呢 不然的话呢 我们直接在之前的 find里面用的话 我们直接点 limit是不是就好了呀 但现在我们这里不行了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聚合操作 我们需要在聚合操作里面 用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来写 我们来看一下 前两个返回的 是不是就是 Gottin和黄荣呀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还想skip一下呢 也是一样的 skeyip 跳过两个 那既然跳过两个的话呢 Gottin和黄荣 是不是就没了呀 是不是就剩下 后面这段内容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 就剩下后面这段内容了 那当然这两个内容呢 可以一起使用 我们先skip 然后再limit也是可以的 就算结果是什么呀 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是不是华珍和黄荣师 会不会选中呀 来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 那当然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建议大家 先使用skip 再使用limit 这样效率呢 可能会更高一点 这是 doll sort 以及 doll limit和skip的操作 非常简单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样一个 unwind 可能大家呢 之前没有见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中unwind 这是干什么呢 它是将文档的 某一个数组 类型字段呢 拆分成多条 每条包含数字中的一个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将数字 中的字段的拆分为多条 每一条呢 包含数字中的一个值 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往t2里面呢 插入了这样一条数据 对不对 这条数据 对应的是id item 还有一个size size对应的三个值 分别是s m l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使用unwind的 把size这个字段进行拆分的话呢 它就拆成三条了 每一条size分别是s m 和l 这就是unwind的效果 能看出来吧 那下面呢 我们往对应的那条数据里面 来插一下这个数据 看t2里面有没有 t2里面这是有的 那我们db db.t2.aggregate 这也是个聚合操作 所以呢 我们要使用doll onwind 然后呢 我们对应的要操作 哪个字段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doll size 我们要操作是doll size 我们操作是size这个字段 所以我们使用doll to size 然后呢 回家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 对不对 没什么太多 直到我们讲的 那下面有这样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大家花两分钟时间来写一下 我们要干什么呢 要获取这个tag列表的长度 我们要结合 刚刚所学的知识呢 获取tag列表的长度 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谢谢大家